有有有有有 您好 我是相家的老乔花子 您不认识了 我想起来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都不记得了 老了 不争呢 来不了了 他让我给您捎一封信 多谢 您保重 我先走了 慢走 今天临行之际黄有所物 人生一世 有师有得 师之泰然 得之淡然 且已过三巡之日 与其重拾旧日之情 不如坐享乐天之命 旷枯木燃情 将伤及无辜家人之心 实在老大 此言发自内心 还望小倩姑娘 海涵并体谅 迟早向国征会跟夏小倩碰面 我的事情就会败露 所以少爷您想急于下手 赤泽生变 现在我最担心的不是想不成 她是一个真君子好对付 难不成 我们还要怕这个女戏子 你要知道 一个女人恨起人类 要比一个男人可怕许多倍 即使没有眼前这档子事 我知道她迟早也要报复我 只是我不知道她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不至于吧 少爷 再怎么说 她也就是个弱女子 弱女子 她现在再也不是当年那个 用一百块大洋 就可以买来买去的女戏子 她现在拥有的身亡和财富 让她变得更有力量 她早晚会向我下手 真正让我心生恐惧的人 就是她 喂 我 六月雪啊 想请你帮个忙 帮我介绍一个 真正有实力的传舞公司 对 现在就见人 多谢了 感激 难受吧 甚至于是她来说 然而是奇缘的 但是她可能不肯定 你愿意 尤为什么 柔道 有什么问题尽管说 青田之物不严 严物不尽 我多年唱戏 加上祖传遗产 有一些闲钱于你 但是光靠戏台子 是存不住钱的 所以我想 在传务公司搭上一股 您看行吗 太好了 我们公司正学发展资金 您能够多少 贵公司的股本有多少 一百多万 您给我报个细数 我投一半 当一半的股东 其他的业务 还是由你来操办 好的 我回去后 马上给我们股东们 回报 我还有一个个人问题 需要你帮忙 当然了 费用和好处咱们单算 这个就不必让那些 股东们知道了 您看行吗 能为我的偶像服务 当然可以 您是个痛快人 冒昧地再问一句 重庆船公司和万幸船公司 打交道吗 都是一条线上的 抬头不见 低头见 几个大传统之间 都互相认识 莫原青认识吗 莫原青 前几年在重庆码头 婚的那个 原始 还算是朋友 合过几次 这个人 用你们中国话说 合过累了我 他的为人 等我们就不讨论了 那行 接下来 您帮我做一份投资合同 多谢 夏小贤突然提出 要向我们公司投资 他是什么目的 投资实业 赚返安稳钱 不过 他又特别问到 万幸码头的莫原青 莫原青 不讨论 莫贤和向不征合作 这也是你完成任务的 重要切入口 我不明白 长江上所有的船务公司 能在三峡夜行的 只有向家船队 他们一定有夜行三峡的 秘密资料 据说向不征和夏小倩 是年轻时候的恋人 你通过跟夏小倩的合作 设法认识向不征 摸清秘密资料的情况 而后找机会 你明白了吗 是 恭喜夏小姐 你现在 是我们公司的大股东呢 公司其他事宜我不过问 这都是你们男人 该做的事情 我最感兴趣的是 要你帮我做些事 这个咱们之前都说过的 上回夏小姐 问到孟元清 我就把孟元清调查了一下 请你过目 好 你可真是个聪明人啊 他和向不征和谷 占四成股份 他们两个人一共有十六艘轮船 四成股份 那孟元清占六艘轮船 大概是这个算法 我投资的这些股金 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用这些钱 让向不征和孟元清 两个人翻脸 等他们分家之后 再想办法并购孟元清那六艘船 这事 怎么可能实施呢 你信我的 我对他们两个人了如指掌 只要你做到第一步 让他们两个人分家 剩下的事情 就顺利成章了 对不起 夏小姐 你说的这些 好像跟生意没关系 并购公司就是最大的生意 商战 商战 不战 哪有商机啊 高伦 千田君今天这么有空来找我 股东扩大股金 让我投资一些 效益好的传物公司 我从沙士走到重庆 一路考察过来 这四个投资的传物公司 就是你们的兄弟联盟 我抢了 清天君 我抢了 清天君 很交信 咱们俩并不是 为什么找你 就是想 借你们公司的光 提醒我一把 清天君也有穷我的时候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说实在的 这种感觉 我想在你们公司如影 翻译为歌 真是好事啊 可是清天君呢 这个公司现在我说了不算 大股东是相不正 他这个人脾气降得很 据我所知 但是他应该不会同意别人参股 尤其是日本人 有没有变通的办法 只如说 我加入你的名下 你用你的名义扩股 他不能拒绝吧 这是个好办法啊 这是个好办法啊 你把钱放到我这儿 他还不知道 不过这样的话 我在这个公司里面 就会占到五成的股份 我就有了话语权 你就能赚到钱 只要加入到兄弟联盟有钱赚 什么形式都没问题 讨论吧 咱们之间得有个内部合同 协议得写得一清二楚 希望 莫先生能够明白 我是个生意人 是来赚钱的 我是来忙忙的 没问题 只要你把钱打到我的账上 其他的咱们都耗上来 那这就把说定了 来 来 来 你的意思是说 再拿出点钱来 凑够五成的股份 其实这一直以来 是我爹的意思 他就是不好意思说 这是好事 咱们公司的业务 现在越来越好了 你们家要是能再拿点钱 再买上两艘船 咱们的实力就又扩大了 那行 那我就备款了 好 咱们俩要赶紧把这个协议签掉 你就可以打款 我准备再买两艘船 咱们就在今年年底 你就可以分红 多谢袁清兄 多谢袁清兄 清天兄不用跟我这么客气 咱们两个人现在是一家人哪 你放心 有我锅里的 就有你碗里的 那笔钱并不是钱 那笔钱并不是钱 是批特勒姨木毛 已经成为莫家的股份 流入到兄弟联盟的资金系统 莫元清就没察觉到什么问题 莫元清就是个棒准 他只觉得这笔钱入得容易 没仔细看 我跟他签的合同条例 到时候 随便掐住他的脖子 贪婪之人的智商还真是有问题 下面我打算 我不听过程 我只看结果 明白 来 这是十二年前 长江上游的运营经过 四国轮船公司 基本包揽了所有的长途货运 这个一统天下的徒利 在十年前被打破 一个并不起眼的中国公司 挤了劲来 悄悄地翻走了一杯羹 三年后 这个向氏船公司 已经占据了整个运营量的一成多 现在 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这个兄弟联盟船公司 已经占据了货运量的三成 同时 作为竞争对手的直接的牺牲品 阎哥的老约翰公司 被挤出了市场 清盘了 我们假设 再过五年 按照上面的宋游推论 按照上面的宋游推论 兄弟联盟将吞掉五成的后 可以断言 在座的两位或者三位 将退出长江转运 一个多么悲惨的名点 清天军 那你有什么推荐吗 我们 必须 连续手来 向兄弟联盟 发起进攻 那怎么做 我们统一价价 用七者的货运价 将兄弟联盟现在的货主 就都揽到我们手里 而七者的 要持续三个月 而这三个月 兄弟联盟没有获惑 很可能会导致他们公司 股份分裂 等他们瓦解之后 我们就各个击破 兄弟联盟消失之后 我们就可以恢复 甚至提高奖金 各位老板 是否同意我的提议 我看 你这样子怎么样 还可以 好 好 很好 那 我们就马上行动 大家慢慢说 慢慢说 该认的我们都认 对对对 来来来来 你这个我们也认 我们也认 怀疑 可 你可算是来了 这一大清早啊 客户纷纷上闻 要求退订单 什么愿意啊 外国的公司统一行动 七折截获呀 所有的客户都被劫跑了 这是什么行动啊 谁知道啊 反正现在啊 咱们刚刚哭了哭 花了钱买了船 他们就这么看 怎么办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别着急 再等等 卿天君 打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打听到了 这是英国传物公司发起的 主要原因 是同行相不争 上次收割了约翰传物公司 这是联合伯父 他们把价格压得这么低 他们自己不挣钱了吗 他们那并不为挣钱 联合降价 只为薄本 而你们修理联盟 难不倒活 到时候只有倒闭 当你们倒闭了 他们才升降 这样既晚会的损失 又消灭了一个竞争对手 相不争 我明白了 他们是要弄死相不争 不 那咱俩不成赔绑了吧 智雅 你现在有五成的股份了 应该独立出来 加入到我们公司 智雅就可以避免损失 叫相不争一个人 去自施祈福吧 独立门户 这件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啊 你又要退伍 确切地说是分家 咱们俩在一起 公司大 人多 分开了机动性好一点 等这个腥风血雨一过 咱们可以再联合起来 这样也好 现在呀咱们这摊子大了 目标就大 分开了有利于抵抗现在的围攻 不过这么大的事 咱得给两位老人家 汇报汇报吧 不正好 我觉得这对于老人家来说 不是一个好消息 咱们是晚辈嘛 有些事情该担当的时候 就要担当起来 要不 不是给老人家平添反弹吗 你说呢 好 你要是想好了 我这儿没问题 咱们两家现在股份对等 资金哪 船呀 所有的债务 平分就是了 你可别告诉我 你早就为这一天做好了打算 不争啊 不争啊 你看你说的这个话 我好几天都没睡好 我心里也难受 好 是我多心了 咱俩人呢 好和好散 你准备分割协议吧 什么 你想和相家撤股分家 对 我们以五成的股份 和相家平分船队和资金 为什么要分啊 如果不分家的话就是死 不出三个月 这么多船队这么多人 没吃没喝没货单 就得清盘 你退出来别人就不押价了吗 爹 您没能明白 他们这次行动针对的是相不争 跟咱们没关系 咱们退出来加入日清公司 自保就是胜利 胜利个屁 耻辱 那家日本公司 也是围剿兄弟联盟的行列之内的 你撤出来之后加入他的公司 那不等你反过身来 向相家下刀子吗 我没准备向相家下刀子 我只希望咱们墨家的船队还在 不行 你这叫卖有求荣 这不是人敢的事 爹 您知道吗 这十年我在商场里打滚 我知道了一个道理 重力者生 上意者死 不管怎么样 咱们如果不退出来的话 就是死亡 亡也不能做不仁不义的事 不能像狗一样翻脸不认人 这 您跟我发什么火啊 您怪不着我 这件事情要怪相不正相不正 属敌太多了 跟我没关系 不说了 两家打仗 绝不能做逃兵 你告诉相不正父子 他们押价 咱们也押价 我就不信还扛不住了 分股的合同已经签了 爹 咱们想退回去 船员和员工都不愿意再回去了 你混账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 我这不是在跟您商量吗 爹 狗屁商量 你这叫先掌后奏 陈青啊 袁青 让我还有什么脸面去见相家父子 好吧 既然这样 你给我记住了袁青 分了之后 绝不能加入日本公司 绝不能加入日本公司 你要是敢加入 我一辈子不认你这儿子 爸 您听我解释 我不听你解释 我以为这十年的历练 你能够洗心革面 没想到你 什么都不说 冤枉 我后悔 我后悔把大权交给你 我 爹 老爷 老爷 我加入的我们公司自立门户 你照样也摆透不了被围剪的局面 我爹不同意 他听说这件事情之后气得吐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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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风波平一平 咱们再说吧 自立门户是你的自由 我无权该胜 我操心的 是我的那些股份 别忘了 咱们是有协议的 到时候你弄得一蹶不振 别管我不仗义 秦天权 你这是在体谅我呀 还是在威胁我呀 我孟严谦自立门户 不行吗 我孟严谦自立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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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这么些个船 现在是一搜也发不出去呀 这可是咱们从来没遇到过的情况 你说 这算不算是灭顶之灾 爹 你想什么呢 我跟你说话呢 爹 爹 你想什么呢 陈年往事 什么陈年往事 当年甲乌海战 我正在葫芦岛军港工干 亲眼目睹了一场勇士难忘的 血腥战斗啊 开毒马力 抓穿姬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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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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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阿姨 当时致远号 航速十八届 日本指挥厅积业号 航速也是十八届 如果我早一点 改造致远号的动力系统 再改进一下它的 预雷装置 那被击沉的就可能不是 致远号 而是积业号 咱们相家的处境 跟当时致远号的处境 差不多啊 不一样 致远号受了重伤 冒死冲上去和小鬼子一拼 可是咱们的船队呢 咱们现在是困手码头 做事等死 天差地别啊 爹 你的意思是说 咱们得拼一拼 只要是拼就有赢的可能 就算是输了 咱也落一壮烈 儿子 说对了 拼靠的是一股勇气 他们靠的是什么 是打压价钱 其实他们也在亏 要是咱们能打出低价钱 高效率的绝牌 那咱们就能胜利突围 低价钱 高效率 咱们相家有咱们相家的绝牌啊 叶航三峡 咱们就打出叶航三峡 来作为常规运输的招标方式 比别人就少一天 这就是咱们的优势啊 同时呢 咱们也把价钱压下来 这就叫做低价钱 高效率 明白了 明天我就张榜告示 开足马力 壮臣基因 对 嗯 走过路过 不要错过啊 看看 这个大优惠 看看看看 我们公司举行大优惠 对对对 大优惠 这次打鸡车 大优惠 绝对是大优惠 错过了就没有了 一定到我们公司来运货 好 多一块 三个月的联合制裁 逼迫向市公司 做出低价还击 用我们做不到的夜行三侠 又赢了 很遗憾 联合押架行动 可以结束了吗 对不起 我对向市 完全一直缺乏了解 但是兄弟联盟 已经不存在了 向市公司的实力 也只剩下原来的一半 对于我们来说 也算是个胜利 行了行了 从现在起 恢复原价格 否则我们 我们也过不去 帅帅 帅帅帅 好消息 那些外国公司 都回到原价格了 咱们是不是也恢复到原价 就知道他们坚持不了几天 他们玩够了 我还没玩够呢 他们恢复到原价 我们接着八五折揽货 把过去失掉那些客户 全给我拉回来 行 那我就跟大伙说 来 等等 原轻那边怎么样 他们那边倒是没听说什么 不过好像是有点一蹶不振了 他们一把价格降低了 可是他一降低价格呢 就扣船员的薪水 一扣吧 人家不乐意了 好像闹了次集体罢工 你呢 专门过去一趟 问问什么情况 咱们现在八五折揽货 我怕到时候咱们的船不够用 就可以租墨家的船 对两家都有好处 那我去握握 你去吧 哎 哎 下小姐 情况跟你预料的一模一样 分家之后想将越战越勇 莫原轻一蹶不振 关键是此人心疏不振 压价还不想耽误赚钱 但同样的比例 扣压了船工们的钱 所以 连船都掉不住 很好 利用这个机会 低价并购莫原轻的轮船 让他吃个哑个亏 我已经不好去 就等他望尽调 清天俊 你这个脸色不太好啊 怎么了 原轻兄 我的股东们没有耐性了 你今天 一定要给我一个 确切的刀斧 和解决的方法 我不能再等下去了 你知道 我现在这个船队啊 非常困难 你是不是跟大家说一说 再等一等 你太幼稚了 咱们是有协议的 我今天 就要求按照协议来推股 可是现在真的是没有钱呢 咱们买了三艘船 这船呢 都停在岸边 一分钱都争不到 我不能把船推给你吧 当时那些钱买了三艘船 我现在 要求六艘来呗 六艘 你说的我有一点儿听不明白呀 变性兄 这都是血里面写的 当合作方无法退还本金时 以财产向低 折扮 赔上远古金 你这分明是一个圈套啊 不是玄套啊 不是玄套啊 是正当保护 我也不愿意推股 可是你经营不善 才这样得下去 只有青盘 何必逼人太甚呢 到最后鱼死网破 也不好吧 好 你可以死 我不能破 我投资给你的钱 是受协议保护的 你要是跟我玩这种流氓的罪点 我也会 你跟我想一下 我两天之后给你答复 我只要求按照协议推股 今天 你必须把退股息一签了 来 您看 赶紧签吧 我要是不签呢 这四位 是我们日本武术师家的祖地 他们将保护你到我们的总部 你什么时候签了协议 就放你回来 你不觉得可笑吗 你在我抛歌会的低头 跟我来这一趟 来人 来人 真的对不起 你埋伏的那些人 已经被他们解决了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 是签字 还是跟他们走 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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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查清楚了 清田公司的大股东 就是夏小千 千真万千 这个女人也太狠毒了 你个逆子啊 到了你还是照了日本人的道路 你要活活倾斥我呀 爹 您别生气 我会东山再起的 就你 夏威隆 爹 爹 爹 老爷 快叫医生 哥 掌舵的身体这么好 怎么说倒就倒下了 气的 都是因为 我们家船公司的那点事 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 我又被日本人给骗了 船也给骗了 公司里的钱也给骗了 顾诚你知道吗 这个日本人幕后 他有人指使 谁呀 夏小倩 夏小倩 而且 会吧 会不会你自己问吧 天一纸协议 我们用两艘半船值的钱 换回了六岛 这一把 我们赚发了 赚多少钱无所谓 只要看到墨原轻受惩罚 已经足够了 我有一点弄不懂 夏小姐 你投资是为了赚钱 还是报仇 报仇 现在我的目的达到了 也没有必要继续留在你们公司了 挣的钱都归你们 把本金还给我 我要申请退股 这到底什么意思 还不够坦率吗 我说得很清楚 我投资就是为了报仇 目的达到了 全身而退 如果把钱继续留在你们公司 你们再搞垮别的公司 那对于我来说就是罪过 就照我说的办吧 我的少爷啊 你怎么把夏小倩的事情告诉向不正了呢 这咱们赌都赌不住您自己还往外突入 你就不怕夏小倩在向不正面前揭穿你啊 你看你这点胆子 我 怕什么呀 现在我爹的身体短时期内不能复原 这正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呀 我要借助这个机会 登上龙头老大的位子 如果说我一旦做了龙头老大 我还怕谁呀 我还怕谁呀 哎哟 少爷 老掌舵的他还没咽气呢 您怎么登上这个位置 邪天子已令诸侯 明白吗 下集完 如果有同志 发往下集完 下集完 就好 下集完 跟着 感谢 太集完 下集完